跑男作为爆火的王牌综艺,一直陪伴了观众多年,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。 截止到目前为止,跑男已经播出了实际,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,成员也发生了改变,只剩下杨颖、李晨、郑凯三位元老级人物。 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清楚,现在的跑男没有之前那么火了,口碑也在逐渐下滑。 而且我们还发现,元老级嘉宾李晨在玩游戏的时候一直都是尬眼,看不到笑点,也无法带动团队的节奏。 那既然如此,为何李晨还死守着跑男不放呢?这背后又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呢? 这里是咸鱼记,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黑牛李晨。 2014年,浙江卫视制作的大型户外禁忌真人秀节目《奔跑吧兄弟》一开播就掀起了收视热潮,被网友封为年度最欢乐节目,不仅让私民牌游戏火遍大江南北,也让兄弟团成员成为炙收可热的一线明星。 甚至有不少不知情的观众认为,韩版的跑男才是复客。 巅峰时期,跑男的固定嘉宾可真是吃尽红利,毫不夸张地说,真的是又接戏,又接代言,接到手软。 而这档节目也让更多的观众认识了李晨。 1978年出生的李晨是个弟弟道道的北京小爷,他的身份除了演员之外,还是导演、监制、赛车手。 1997年,李晨出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《17岁不哭》,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后来,他又相继出演了《士兵突击》、《北京爱情故事》等多部电视剧,让他小有名气。 随着跑男的爆火,大黑牛成为了李晨的又一个标签。 身材高大,爱好健身,皮肤又黑的李晨在节目中扮演着力量王者的角色。 尤其在《斯明牌》的环节中,李晨更是每个嘉宾的噩梦,任何人都不希望与李晨正面硬刚,因为几乎没有胜算。 凭借着这样一个充满男性荷尔蒙的人设,李晨一夜之间涨粉千分,甚至还成为了范爷范冰冰想要嫁的男人。 然而,外表看起来敦厚老实的李晨,感情却一点也不老实。 细数大黑牛的过往情史,如同翻阅一本丰富而又多情的陈年旧事。 其中最让网友津津乐道的就是她和范冰冰的故事。 2015年,社交平台突然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。 李晨晒出了自己和范冰冰的合照,并配文《我们》。 随后范冰冰转发了这条动态,也同样配文《我们》。 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许多网友更是效仿《我们》体在网上大秀恩爱。 然而,就在全网一片祝福声中,突然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,那便是已成往事的前女友张欣宇。 她在范冰冰官宣的当天发了一段话,言辞间满是对前任李晨的怀念。 此举一出,一时间所谓的闺蜜好有各种爆料。 矛头直指范冰冰插足两人感情,导致她与李晨分手。 随着事件不断的发酵,刚刚报得美人归的李晨自然咽不下这口气。 她针对众多流言蜚语,怒发了一篇长作文,不仅维护了现女友范冰冰,并且亲自首次前任张欣宇。 她爆出是由张欣宇出轨在先引发的分手。 文中不仅辛辣地写道,你有你的手段,我有我的生活。 更直言,此生不再有交集,可谓是一点情面也不留,坚决地站在了现女友这一边。 遇见范冰冰之后,李晨似乎一切都变得特别美好。 爱情甜蜜,事业红火。 沉浸于爱情的范冰冰将自己手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李晨。 李晨虽然靠着跑男名气大涨,但是在时尚圈绝对还是一个排不上号的圈外人。 而范冰冰却带着她解锁了四大杂志,还让她成为了封面人物。 为了支持李晨的多元化发展,范冰冰不仅零片酬出演李晨导演的电影《空天烈》, 甚至还倒贴前作为出品方出品该电影。 而在电影宣传期间,范冰冰更是不遗余力地为电影做宣传。 这样看来,两人当时的感情是真的好。 后来,李晨甚至高调求婚范冰冰,两人一起购置了新房,订了鸽子蛋婚戒。 眼看好事将近,范冰冰却因为阴阳合同跌落神坛。 原本说着会陪未婚妻共度难关的李晨,也在不久之后选择了分手。 只有一句淡淡的,我们还是我们。 在这之后,李晨的观众员开始崩塌,网友纷纷形容, 这就是夫妻本是统领鸟,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真实写照。 李晨的黑料开始满天飞,事业停滞不前。 因此,好难成了李晨最后的救命稻草。 然而,李晨本身就不是一个搞笑的人,甚至他并不是很具有综艺感。 只是邓超和陈鹤还在节目的时候会带一带他。 这让李晨慢慢在两个人的带领下学会了接梗。 但是邓超、陈鹤离开节目之后,没有了抛梗的人, 李晨也就瞬间失去了搞笑的特质,反而还会让气氛变得十分尴尬。 虽然跑男节目现在似乎变了一个模样,不再像以前一样奔跑了, 而李晨的角色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 甚至于在节目中,李晨只能靠出洋相来获得更多的镜头。 要不是出演弱不禁风的男子,就是饰演瞪眼督嘴卖萌的张忠宝。 这让李晨的人气逐渐走低,但是他仍然选择留在跑男,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热度。 纵观跑男团的其他人员,即使不再跑男了,人气依然很高, 或者综艺或者拍戏依旧忙得不可开交。 比如邓超,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实力的演员,他有更多的选择, 过多的综艺曝光反而限制了他的戏录, 以至于观众看到邓超的电影会有点出戏。 退出跑男之后,他可以更专注于演艺事业。 而陈赫和王祖兰本身就是搞笑艺人,特别有笑点, 即使退出跑男,也会有其他的综艺节目。 而且,王祖兰现在也更想多花点时间在家陪妻子和孩子。 陆寒作为高流量小生并不缺资源,现在也在转型的阶段。 相对于他们四人而言,李琛本身是演员,也是导演, 但是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特别大的见数。 如今,他也已经被这档综艺节目套牢, 离开了这档综艺节目,自己的事业并不能支撑自己当前的热度, 所以才没有选择退出。 另外,之前李琛和范冰冰作为娱乐圈中的一对模范情侣, 也是可以互相抱团取暖的。 但是现在因为范冰冰偷税漏税的问题, 李琛多少会受一定的影响, 她必须保持一定的曝光度来维持自己的热度。 如今的李琛,既没有小鲜肉年轻帅气的脸, 也没有杀意自带喜感的搞笑能力, 再加上范冰冰的负面新闻, 这让李琛的戏路越来越窄, 所以邀请她的综艺估计也不是很多。 再者,与李琛同期的演员现在都已经成功地晋升段位, 而作为最早出名的李琛, 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微妙, 因为综艺节目而放弃自己许多影视资源, 如今只能凭借综艺来提升自身的形象。 因为作为同样在跑南大火的陈鹤就是如此, 影视作品不行只能靠综艺成功挽回一部分自身形象。 如果李琛连综艺都不参加, 直接选择消失在荧幕上, 恐怕她的名气就会一落千丈。 2019年对于李琛来说是出满挑战的一年, 范冰冰因负面新闻被封杀, 李琛的事业停滞不前, 而邓超等人的离开却给李琛的事业带来了转机。 众所周知, 跑南之前的队长是邓超, 而邓超作为跑南的队长也起到了团队核心的作用。 她非常有综艺感, 控制能力也极强, 非常适合跑南这档节目。 但是随着邓超等人的离开, 在元老人物当中, 只有李琛的资历可以担当队长一职。 此时的李琛就是跑南中的主心骨, 就是最好的C位, 他将成为跑南新一季的领头牛。 所以, 李琛更加不能离开了。 不可否认的是, 李琛的综艺感和控场能力都不如邓超。 而目前, 跑南的收视率也不是很理想, 但还是当下热门大综艺。 李琛作为元老, 一季的通告费肯定少不了。 如果离开跑南, 李琛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挣钱多又热度高的节目了。 除此之外, 李琛在跑南中, 能力者的人设站得很稳, 人设不可替代。 一直坚持健身的李琛, 对于健康和运动有自己的理念。 即使拍戏再忙, 他也会每周抽出四次时间健身, 仿佛健身就是他的毕生事业。 所以, 李琛的好身材人尽皆知。 而李琛在节目中, 也已经跑了将近八年的时间了。 节目组想要找一个能够代替李琛的人, 其实是比较难的。 所以, 即便新嘉宾换了又换, 始终没有一个在力量上能够跟李琛抗衡或者类似的。 也可以说, 比起杨颖跟郑凯, 李琛更无可替代, 地位也更难撼动。 只是跑男多年, 嘉宾走了一个又一个, 已经慢慢失去了原来的味道。 这让很多观众难过又伤心, 毕竟是曾经的跑男兄弟陪伴了观众这么久。 而作为跑男成员中的元老, 如今44岁的李琛, 年龄已经不算低了。 身为七零后的他, 还如此卖力地参加这种综艺, 其实不管是身体还是经历上, 已经是大不如前。 不管如何, 希望李琛在给观众带来欢乐的同时, 还是要亮丽而行。 对于这样的李琛,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 这里是咸鱼记, 喜欢视频内容, 别忘记点赞关注,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, 说出自己的看法。 我们下期视频,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